今天台股大涨由电子股领军 AI相关概念股表现亮眼 今天中华电旗下的小金基 也是独立IDC机房营运商 四方就指出 AI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带动了六月份才刚刚启用的 高规格置回机房大楼 被客户是永远的预定 渴望为第四季的营收获利 背天动能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激励AI相关概念股回神 独立IDC机房营运商四方 也喊出AI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其实AI对四方来看 刚好像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 大礼物一样 因为我们的新机房完成之后 刚好是所有的设施 和里面的所有的装设 都是符合AI需求的 这栋新大楼LY2 可以说是AI伺服器的五星级机房 包括电力供应 机柜配置 散热跟消防 全是高规格 四方的大客户们 整陆续禁足中 大家的关注点 可能都是在说 这个AI伺服器 电子五哥的出货 但是他们都可能忽略掉一点事情 这些货出货了之后 要放到哪里去 对 那一定要有一个 很好的机房来使用 四方身为中华电信的 小金机 紧咬AI大饼 上半年EPS6.41元 接下来应收获利 也渴望一季比一季好 我们预期在Q4第四季的部分 我想整体的表现应该是会优于第三季 所以我们今年全年的预估来看的话 其实在下半年的整体的 整体的营收跟获利的状况 应该是优于上半年 身处AI大数据时代 客户对全新高规格的机房需求应切 而机房内所有CPU GPU 高阶交换器等等 全是满满的商机 网络AI server GPU各方面的demand 大家都能看得到 感受得到 在这里边作为网络厂商 同时我们也把扩展到超出网络厂商 甚至现在看到server里面去之后 那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铺垫 网络大厂智邦在竹北AI智慧园区新据点预计 在11月开幕将提供500名AI软硬体职缺 大抢百年难得一遇的大商机 记者朱月音 邀引哲新主采访报道